刚刚讲到说就是夫妻里面到底是 先生有男性特质 太太有女性这样才会好 或者是颠倒或者是两个都一样 那个很多的时候是在于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一个期待 你期待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期待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给自己的一个定义 或者是一个解释 就是说一个男人应该做什么 结果你发现说 这个太太取代了你的时候 那个会有一些的状况 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的拉扯 但是有一些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或者是一个定义的话呢 就比较不会有出现状况 只要他们这个婚姻的关系 他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就是说其实各式各样的组合 你说是男人男性特质跟女性的 或者是两个男性的 可是他们彼此是互补的 像刚刚他们讲的 彼此是互补的时候 他只要是能够运作的话 其实就很好 那比较困难运作就是他的设定 就是他的一个期待 那你发现那个期待不符的时候呢 你期待说你的太太是小鸟依人 就完全依赖你 可是他是非常的主导性很强的时候 那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期待上面的落差 才会造成冲突